新闻看世界带您关心 澳洲经历史上最严重的烟火灾情 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 还有超过900栋房屋复制一具 总理莫里森下令 要向一销志工发放收入补偿金 最高12.5万台币 澳洲民间也发起联署 要取消今年雪梨歌剧院的跨年烟火秀 并且把经费用在灭火工作上 获得超过26万人联署 但是雪梨师傅出面强调 烟火秀准备从15个月前就开始 大多的经费都已经支付出去 临时喊咖不符合经济效益 因此将照常举行烟火秀 雪梨歌剧院的跨年烟火秀 是迎接新年的重头戏 但由于澳洲今年失控的烟火灾情 烟火秀一度面临取消 不过雪梨师傅28号出面 要全球粉丝放心 我们是确定的视频 新年联网会不会禁止 雪梨跨年烟火 每年吸引超过100万人现场观看 跟全球10亿人收看转播 今年将耗资台币近1.4亿元 施放10万发烟火 雪梨师傅强调 筹备活动已在15个月前开始 临时喊咖不符合经济效益 早先澳洲26万民众联网要求 取消雪梨跨年烟火 并把经费拿来对抗烟火 不过雪梨师傅考量27.7亿台币的经济效益 决定如期释放烟火 而澳洲各地烟火灾情已造成多人死伤 总理莫里森下令支付打火益销 收入补偿金 澳洲政府将提供每位益销 最高12.5万台币的补偿金 希望能同心协力终结野火灾情 六人好币